這裏有一個Tweet來自John Obama Murdoch John Obama Murdoch 說自己是一個 Financial Times 經濟時報的columnist 即是社稿人 和主要的data reporter 報資料 包括統計諸如此類 是Senior Fellow John Obama Murdoch LSE 是倫敦School of Economics Data Science的Senior Fellow 這個人對數字很敏感 他說剛剛在美國亞利桑那裏 有85個人 有severe burns 造成非常大的燒傷 因爲地下太熱 達到82度C 因爲地是用柏油 黑色 所以溫度可能很高 在這裏有7人死亡 總共有257人 因爲此而死於熱度 沒有說什麼時候 下面顯示了50年的資料 好 由1970年到2022年 大約50年 死亡人數上升得很厲害 我們拿完1970年前 這裏的平均值20多人 去到這裏已經超過250人 這兩個頂之間相差大約10倍 人數上升得很高 有人說 你這個地方人多了 人多了就死亡會多了 所以我們看回 在1970年到2020年 亞利桑那裏的人口變化 下面的人就拿了一個 人口變化出來 有的人口變化就最好 這裏 這是亞利桑那的人口 2070年在這裏 大約是200萬人左右 去到2020年 這個預計只是估計 大約是8萬多人 那就是由200萬人未夠 去到8萬人多一點 兩倍多 不夠三倍 兩倍多 兩倍多的人口 但我剛才給大家看了 死亡的幅度是10倍 換句話說 因為熱而死亡的資料 如果它沒有作數字的話 就不可以用人口增加來解釋 真正正有另一個原因 不是因為亞利桑那人多了 所以就是因為熱浪 就是死亡死亡死亡 而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現在我們在說 希望全球氣溫上升 不要超過2度 很可惜 超過2度這件事已經過時了 我們現在不可能做到這件事 有人又問 現在我們二氧化太空的資料佔多少呢 老實說真的不是佔很多 我們在1970年左右 大約是200多個parts per million PPM 200多個parts per million 現在已經是400多個parts per million 換句話是二氧化太空的含量 沒有增加到一倍 但增加到一個相當大的數字 因為我們說八個parts per million 我們說0.04的百分比 很少而已 很多時候不是多少問題 而是這件事對氣候影響問題 而如果我們純粹是說氣候平均 平均移動一點 平均移動一點 當然北京移動了這麼多嗎 2019年移動了23度 不是吧 這裏就是希臘首都 風直移動一點 但這條尾的極端氣溫 即極端氣溫出現的機率就大了 現在我們說的是這尾的部分 每一個尾的移動一點 很少其實最難捱的那幾天 就很難過 這裏有個香港在裏 就說在美這裏 增加了的出現次數 跟之前比 增加了5倍多 北京5.7倍 倫敦10倍 這些是 這裏有一個很大 大四倍 這裏有一個很大 這裏有一個很大 巴西龍娜 是1.7倍 香港5.3倍,北京5.7倍,倫敦10倍 因為氣候改變而造成熱浪出現的日子數目的可能增加 除了出現之外,氣候不穩定會大上大落 我們剛才說了,在米蘭落博 落博當然溫度不會太高,地上有冰水流 剛才佈在羅馬42度多,現在落博 氣候大上大落,這與全球氣溫改變應該有關係